Hello 大家好 我是Jada 很久沒有跟大家分享過一些我覺得好用的產品 所以這次拍這條影片就是主要介紹一些我最近覺得好用的產品 希望大家會喜歡 首先這次會先由護膚品介紹 護膚品你會看到我前陣子的妝片都會出現很多次的產品 首先是Fresh這枝花水 為什麼我會喜歡用它呢 其實因為我都用過很多不同的產品 因為玫瑰花主要有舒緩的作用 所以對於我這些敏感性肌膚來說 我自己會覺得比較好一點 而且這枝也是Fresh的黃牌花水 所以如果你問我怎樣用 我通常早上會全面噴 讓它自己慢慢吸收 又或者晚上我會噴濕化妝棉 然後全面擦一次 然後再噴一次 讓它更容易吸收 而且我們很多時候洗臉 的人都會有一些產品 被造成份 所以我會又會用 util Scamon 輕輕擦一擦 它 Ishimura 好像比較 ayミchantг 而可以給到一個舒緩的作用 特別是我比較容易容易敏感的 所以這kiego對我來說 我是特別推薦噴多少 滋感性肌膚的人也可以用來 所以用一些容易比較敏感 或是怕香料敏感的人 可以試一試這個 這個我也非常推薦給大家試 這個Fresh Rose Poirot Toner 接下來我想介紹這個Chanel的生茶花系列 這個其實我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這支Serum我已經用了第三支 好像以前的影片也有介紹過 這個就不特別多說 因為這個可以看到它有保濕分子 主要是製作保濕的效果 而且我覺得它非常容易吸收 而且它推開水 所以我覺得是全季度都可以使用的 另外我想特別介紹的就是這個 它的生茶花的面霜 其實它有兩個 它一個是補水型 但清爽一點 這個也是補水型的 但因為我屬於乾淨肌膚 所以同時也需要保油 所以這個屬於滋潤成份比較高的一支 它裡面有一個筆筆 筆筆也有Chanel的標誌 我自己為什麼會推薦它呢 因為我很怕一些很黏的面相 因為塗完之後我會怕它生粒粒 也很怕睡覺的時候 反而會黏著塵 但這個我自己覺得它除了製作保濕之餘 它真的可以做到清爽 但真的一點都不黏的 因為對於滋潤性面霜來說 通常有一個特性是比較黏的 但這個我自己覺得 我塗完之後沒有黏黏的 所以它滋潤度也比較高的 所以在冬天或秋冬天氣 我覺得是很適合大家試一試的 但如果你說我不是乾性肌膚 我是油性肌膚的 那你就可以試一試 另外一支清爽型一點的 因為這支主要都真是 可能是乾性或中性肌膚的 所以如果你說你屬於油性的話 就不必必需要用到 除非你真的覺得很乾 冬天我想潤一點 好 接下來我就想介紹這個 這個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這個IPSA IPSA的這個語形 我會建議大家一定要先試一下 因為它不同號數是給不同性質的肌膚 如果你用錯的話是會敏感的 所以如果想試的人都一定要去IPSA做了皮膚測試 它推開是非常清爽和舒服的一個瘀傷 我自己是塗完精華之後再塗的一個產品 而且它也屬於一個比較親民的價錢 所以我覺得如果想護理好皮膚 亦都想做一些比較清爽的 亦都可以試這個 但因為它真的不同號數是給不同膚質的人 所以一定要先試一下 然後我就會想介紹一系列比較貴家的產品 首先就是Clay Deport Repair Oil 為什麼我要介紹這個呢 很多人都會說 Repair Oil 油狀的產品會不會很黏 會不會生油脂粒 但是我很想給大家看的一件事就是 它這個呢 它是很水的 但是雖然它是油的 但是它吸收得非常快 而且它一點都不黏 可以幫你補充肌膚底層的油份 比如有時候 早上早的時候我很喜歡 全面按摩 真的按到它吸收 然後再上妝 的確是很貼的 但是 它這個呢 你會看到 兩邊不同的地方 就是你會看到這個 馬上給你一個光澤 而且你會看到吸收得非常快 所以它一點都不會怕黏 這個問題 我自己主要真的會晚上用多一點 但是比如早上早有時候比較乾 特別是這些天氣 所以我會輕輕按一按 真的按到它吸收 再上妝 的確是很貼的 但是它的價錢當然相對比較貴 但是你問我 因為我每一次都是用大約五至七滴左右 然後就全面按摩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值得用的 因為你其實可以用到很久 因為每一次都是用很少的 另外就是這個clay depot的眼霜 其實它還有一個棒棒跟著的 但是我暫時找到它 這個呢 你會看到它比較細硬一點 它裡面是這樣的 但是它這個主要是給我自己 因為我的眼紋真的很厲害 這個對我來說 它可以幫助我減淡眼紋之餘 它也可以幫我減淡黑眼圈的問題 所以如果我想改善眼圈、眼紋的問題 也可以試這個 但是我覺得clay depot的產品 不算是太用心 因為它一定要用它們自己的clay depot的方法 去塗上才可以做到一個最好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用的時候 就一定要跟回它們的方法 但是只要你跟回它們的方法 出來的效果 就真的可以達到它們說的理想效果 所以如果你說我想真的花多少錢去試 一些比較貴的產品 你可以試這個clay depot 我也非常非常推薦可以去試的 好了 今次這條產品推介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也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Facebook、Instagram和Youtube頻道 我們在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